提的是要訂定兩岸監督條例 明明是趙超路委會網站的slogan 沒想到又被打成中共同路人 柯文哲一早接受節目專訪 真的很火大 明白的講 賴清德當醫生的時間太短 我們常常在處理臨床的問題 所以那個邏輯會不一樣 大酸副總統賴清德 自認兩岸問題 會處理的比他好 但連續好幾天被假新聞攻擊 柯文哲也在節目上公布 九年前的受訪影片自清 只不過前一天 民進黨立委洪勝漢在臉書上批評 認為柯文哲談重啟服貿 是為了爭取北京支持 我就很討厭 我說你看這次這個服貿事件 他就是典型的一條龍 做假新聞嘛 這個你遇到還好還要裝可愛 還要裝那個有風度 早就想把他踹下去了 面對假新聞態度很強硬 柯文哲沒打算道歉 另一邊他的對手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一早則是以新北市長的身份 來到南投珠山縣市交流 但傳出前立法院長王金平出手 先後安排了七月初的兩場停候大會 只不過目前已經確定前高雄市長 韓國瑜不會出席 到了南投 南投省議長何勝峰也沒現身 他說這次因為很早就安排了 那等到回來我們一定大家都會見面 侯友宜得要抓緊時間平整合 但關鍵角色直至不願表態立體 咬大團結恐怕還有一段路要走 桃花宣外山黃盛台北南投報導 你怎麼走 來自我身邊 лес邊 等等 我去幫你 我來自我身邊 你怎麼回事 我來自我身邊 我來自我身邊 你爲你們